我是中五的學生 我有點想在大學讀電影 你很早都知道要做什麼 我是考完工開始才知道 先讀書 關於電影的東西 電影都很闊的 究竟是導演編劇還是演戲 原來我發覺自己在讀書時找到自己在哪 如果是讀書的話 就叫做在香港有個基本學位 你不是做這行 你也叫有個學位拿手 你不就做其他東西 但是如果是高級或其他課程 你進了電影之後 你不是做電影 其實很自然你就會是 關於一些拍攝的行業 比如拍廣告 但如果你不是的 你讀電影原來是讀導演的 哦 如果這樣你出來的工種就選擇沒那麼多了 其實我是今年DSE生來的 過幾天就在DSE 不要緊張 因為我自己是有焦慮症的 是 我亦都有機會有這個專注力不足 很擔心自己讀不成書 總之就是很怕比下去 我以前都是讀書不好的 我現在回想 當年其實我是會有後悔的 後悔什麼呢 我在那個階段 我沒有盡力去試一下 我可以考到哪個位置 我覺得每個人準備公開試的那個階段是不同的 不要不接受自己有焦慮症 你要接受自己 我是會害怕 我是會緊張的 剛剛認識你 我不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幫你 但是 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些方法 看看會不會放鬆到自己 準備一個最好的心態去應戰 一定要出重力地打 知道嗎 好重女啊 是啊 好重女啊 希望應界DSC生祝你們好運 希望你們盡全力先 我也是第一屆DSC生來的 沒有在香港考試的 我是最後一年決定不考的 我可以說是學校的中下水平 但是我現在讀第二個Master 所以我覺得應界生 不用太緊張 說這次做不好 就整輩子都沒有後路了 不會的 一定會有方法的 見這麼多學生的把力 因為我都老了 所以我有點感慨 我有個小提議 因為其實我比較考不到 理想和現實是會有出入的 可能只有八節左右 我覺得就想定幾個方案 我提完之後 可能我有這個分 去到這個範圍 可以選到什麼科 我選到讀到什麼 就先想定 想定一二三四個方案 會不會得起 永活而死 才是活著的真理 因為我們有什麼酒 做不定的 你們都說不定 沒有... 有什麼的 你們都說不定 因爲我們都說不定